我们再来做一个事 就是在这里边呢 我先抽取一个 查询一个的方法 我为啥先给你弄一个啊 因为这一个如果解决了 你其他的也就解决了 那么只要这一个解决了 其他的也就解决了 所以说呢 我现在在哪 在这个接口里面 再来提供一个方法 反为谁啊 t find by id find by id 然后我们这里边呢 给他传一个什么 传一个 zero lisable 的id ok吧 这是根据id去查询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实现类当中 就需要怎么做 是不是要掉它的get方法 那怎么去掉它的get方法呢 那我是不是应该在这边点get 然后这个id传过来没问题 关键是这class怎么弄过来 你这绝对不能写个t.class 这是错的呀 对不对 这是错的啊 就是我们现在呢 哎 在接口中 在接口中 我们定义了一个什么 查询的方法 啊 定义了一个查询方法 好了 就是这个 对不对 我们现在定义一查询 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肯定就得在实现类当中 把这查询的问题给解决了 啊 那现在我们在实现类当啊 去实现这个查询的方法 那你现在到这边一写 这个地方肯定是错的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啊 现在我们到这儿啊 因为你做通用查询的时候 对吧 尤其是这儿 对吧 这儿呢 就是一个错误的 啊 这就是一个 错误 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 我们要 如何解决这儿呢 啊 这儿要咋解决 因为你现在这个t啊 根本就没有class 得怎么办 得怎么办 如果你能在我们的base DO的这个实现类当中 能够拿到具体类型的那个class 这个问题有几个 就是如果你掉custom DO的时候 这个是custom的class 如果你掉的是linkman的DO的时候 这个地方放的是linkman的class 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对吧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因为t它是一个范形 它没有具体的那个类型 但是在你 什么时候才会有啊 生成这个类的实力的时候 它才能有这个具体的类型 对不对 那这时候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说了 如果能把这个问题解决 这里边 你写到这儿啊 如果能把这个具体的类型的class 这个问题解决了 那么查询所有啊 分页查询啊 就都可以解决了 就都可以抽取到哪去了 通用的DO里面 那现在其实是不是就差一个class啊 其实最笨的一个解决办法是什么 你现在要一个class 我想办法给你弄过来一个 对不对 是不是就可以了 怎么给它弄过来呢 其实第一种解决办法 在这里面解决方案一 就是干啥啊 我们在哪呢 在这个实现类的 类的一个构造方法中 给它传入一个class 就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在我们通用DO的这个子类当中 就是这实现类当中 是不是要一个class啊 对不对 那我现在可以干什么呢 可以提供一个构造方法 提供 构造方法 然后在构造方法中 干什么呀 给它传入一个具体类型的class 这个可不可以啊 这肯定是可以的啊 就是你到这儿写个public 然后叫face.do的 诶 实现类 对吧 face.do的实现类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边给它传一下 诶 传class 那现在我们这里边就写上 face.class 档约 那我定义一个成员的 不就可以了吗 那么我们到这边就把谁啊 这个class 放到这儿 对不对 然后给它强转成 就可以了 如果你能把这边的这个class 具体类型class 通过构造方法给它传过来 就ok了 比如说你调用客户的那边的do的时候 给它传一什么 传一个客户的class 调用联系人的do的时候 传个联系人的class 不就ok了吗 那怎么传呀 那怎么传 那其实这个也好传 为啥呢 因为它们是一个 继承的关系 你子类只要一被构造的时候 肯定会调用谁啊 副类的构造方法 而且我副类现在没有无餐构造 你肯定得调用谁啊 副类这个有餐的嘛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儿 子类在被创建的时候 它是一定会去调用 副类的构造的 现在啊 我们 就是 编写谁呢 编写这个实线类了 那么在这个实线类当中 我们是这么玩的 那这么玩的话 好了 我们只要从子类当中 给它传过来一个class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怎么办 那就到这儿 注意 这是不是继承它了 那继承它的话 你看 这儿立马就会报错了 为啥呀 因为副类没有无餐构造 没有无餐构造的话 你子类肯定就得提供什么 构造方法 那么在这儿 你就可以 这是不是就调用副类的构造方法呀 对不对 那调用副类构造方法的时候 副类里边要一class 你是不是就给它传一个就行了 那么我们这儿就传谁呀 custom的class 那联系人这一边呢 那么好了 我们到这儿添加构造 这上边不要它 这里边传谁呀 传联系人的class 这不就ok了吗 对不对 注意啊 因为我们现在 因为 这个地方你必须听明白了 因为后来我要把它抽取的 更抽象一点了 现在呢 我们是怎么做的 是在 相当于是在副类里面提供了一个什么 有餐的构造 我们在副类中 提供了有参数的一个构造方法 对不对 然后在子类中 它继承了我们的副类 继承了副类 继承副类的话 它就需要去提供什么 构造方法了 对吧 提供构造方法 而且是在子类的构造中 要去调用副类的 有参数的构造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在哪呢 在这个客户的 DU的这个实现类当中 我们就这么干 就直接在这 是不是提供了一个 这个class 对不对 就提供了这个class 好了 然后在联系人的那个呢 也是一样 对吧 在联系人的这个 DU的一个实现类当中 我们也是这样干 就是你在这边 干啥呀 得写个构造方法 对吧 得写一个构造方法 而且这构造方法干什么了 是不是都调用了谁呀 副类的构造了 对不对 我这给你标明白了 因为这个地方呢 很重要 你只有把这想通了 我们后边才可以干其他的事 才可以给你整更抽象的写法 那现在这个地方 它干啥了 调用了副类的构造 对不对 OK 那么同样的 这个 它这里边 是不是也是调用了谁呀 负类的那个构造 对吧 OK啊 这儿它也是 去调用了 负类的构造 OK 那么我们通过这种 构造方法的方式 是不是就给传过来了 传过来以后 好了 我们这个负类当中 这个查询这儿 是不是就不会报错了 对不对 我们查询这儿 这就没问题了 因为你这个子类 只要一构造的时候 是不是会把那个具体class 传过来 传过来这儿 不就给它了吗 当你查客户的时候 调客户的那个DU的时候 这个地方 那个class 是不是就是customer的class 你联系人的那个DU 调用的时候 这个地方 是不是 就是联系人的那个class 所以说到这儿 没问题了 我说了 这个问题 如果解决了 你的啥呀 你这里边的 什么统计个数啊 这个查询啊 还有查询所有啊 这些方法 都可以解决了 只要有具体类型的class以后 fandout fandby配置 和fandt cont 这些都可以解决 那现在我们就到这边啊 把这个地方给它解决一下 怎么解决呢 哎 这个时候 好了 我们现在 啊 有了 对吧 以上 这些 内容 我们就可以将 查询的 所有的方法 都干啥 都抽取啊 OK 那怎么抽取呢 那现在我们就在这个接口当中 定义啥呀 查询所有 这不就例子提啊 我们叫 fand 当然 还有谁啊 统计个数的 这是统计 个数的方法 那统计个数的方法 返回的是一个 integer 叫fandt cont 里边是不是传了个谁啊 detest的 criteria 是不是传了个他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 是 分页查询的方法 对不对 那分页查询呢 返回的也是一个 list的 然后叫fandt bypage 里边也传了一个 detest criteria 还有谁啊 还有 从哪开始的 还有 每页 显示的 个数 是不是这些方法 对不对 这是查询所有 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些方法都拿出来 因为你的每一个DU里面 是不是都会有 查询所有 统计个数 分页查询 对吧 你客户有 联系人有 包括你的用户啊 字典呢 这些其实正常来写的话 都应该有 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把 这些方法 全都给你抽出来 好了 那么全都抽出来以后 这是接口 这是接口 对吧 那实现类呢 实现类里边 我们要怎么写 实现类 那么实现类 其实也好写 我现在就把这里边的 这儿呢 就写一下 这是 查询所有的方法 然后 这个呢 是 统计 个数的方法 其实统计 个数和这分页查询啊 他们还没用上 分页查询 他们还没用上谁啊 没用上那个class 但是 查询所有得用 查询所有得用 查询所有怎么做 查询所有 是不是就调用 模板 点 范 范的里边 是不是要写一个 HQR啊 HQR 是不是写个是 ROM 注意这个地方 一定要有空格 一定要有空格 空格后边 是不是跟的是 Customer 或者是 Linkman 或者是谁啊 诶 是什么字典呢 User啊 这些东西 对不对 那它就应该是一个 变料 对不对 那我这儿怎么办 怎么办 诶 你不是有具体的 类型的class了吗 你有 Customer的class 或者是Linkman的class 那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通过 这个class 点 get 叫 simple name 啊 它就可以直接 得到谁了 得到具体的 那个类的名称 其实它得到的是 代包的名称 代包的名称 因为我们 from的时候 其实它的全写是啥呀 就是代包的名称 全写 就是代包的名称 点 Custom 这是正常的人家的写法 这是正常的写法 所以说你现在 用class.get simple name 得到的就是这东西 啊 那这儿 是不是就写好了 但是我说了 这儿一定要注意 有空格啊 你要连上 就肯定出错了 啊 这是 这个地方 那你传过来的是 联系人的 那这个地方 就是联系人的名称 得到用户的 这就是用户名称 OK 完事 然后 这个地方呢 这呢 这就可以怎么做了 统计个数 那么 你看你原来的写法 原来写法怎么做的 是不是就先设这个条件 然后做了这个事 好了 那现在我们到这儿 也是先来设置 统计啊 个数的这个条件 那么就是detach criteria.set projection 然后是forjections.ro ro 这是不是就加上这条件了 加上这条件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干啥了 利用模板.findbycritery 把离线条件条件对象放起来 这时候会得到一个list 对吧 list里面放的是浪类型 然后下边我们是不是做了一个判断啊 如果这个list的size大于零了 然后我们就returnlist.get0.int 外流 对不对 然后如果没查到呢 就return个now 那么下边的这个更简单了 直接干啥呀 模板.findbycritery 当然这里边别忘了 你首先要把那条件 清了 点 set projection 然后下边呢 来把我们这个条件传进来 把这个begin 还有呢 配置size传进来 然后现在到这儿一抢转 完事 我们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实现类 就已经写好 当你把这个地方一写好之后 你的DU的接口里边 啊 注意如果没有一些特定的方法 对不对 他呢 只需要提供一个什么就行了 提供一个构造方法就可以 啊 只需要提供一个构造方法即可 好了 那这是我们的这个DU的实现类啊 然后呢 我把这一块 这是咱们做改造的地方啊 一个是这个地方 还有查询一个这儿 对不对 这个地方用到了这个class 啊 用到了这个class 还有呢 就是下边查询所有 还有统计个数和分页的 那这些方法 我们现在都给他抽取了 啊 都抽取了 那么如果 我这儿再写一下啊 就是 哎 如果 哎 我们这样抽取完成以后 那么 怎么呢 我们在编写DU的时候 如果 里面 都是一些 增删改查的一些操作 那么我们在DU中 只需要提供啥就行了 哎 只需要提供构造方法即可 其他的都不需要 像我现在给你改一下 就像他 在这接口里边的 这几个方法还用吗 不要 对不对 这接口里边啥都没有了 那实现类里边呢 也都不要 对不对 这不就是统计个数 这个呢 分页查询 这个是查询一个 下面这个呢 查所有 对不对 就没了 你这个DU里边 只需要有一个构造就行了 那同样的联系人这儿 也一样 这三个查询的干掉了 这边呢 只留下一个构造 其他的干掉了 你看 以后你可能在写DU的时候 这样干就行了 但是你像我们用户的 注意啊 你用户的DU里面 像废物啥的 可以干掉 对不对 我们可以让他呢 去继承 谁啊 哎 Base DU 然后里边放上U的 但这个登录的方法 是用户所特有 对不对 那么这里边 你就得留这了啊 然后继承的是 Base DU的 实现里边放U的 把保存呢 这些都去掉 啊 但是你里边得提供一个 构造方法 把谁传进来啊 U的 对不对 然后登录方法 是你特有的 那么现在 你不管哪个DU里面 都有什么了 登山改查 对吧 包括字典的 你都可以改造 我们字典的 这里边啊 这个是他自己特有的啊 那这个就算了 当然你也可以 给他加什么 加这个 因为为了以后 我们写起来就方便了 对不对 哎 以后写可能就方便了 那现在到这边 这个特有的方法留着 啊 Base DU的实现类 然后是传一个 哈 现在呢 我们写好以后 都得提供一个构造 对吧 哎 都得提供一个构造 OK啊 Base DR 那其实你现在来看谁 尤其是客户和联系人的这 里边是不是什么代码都没有了 只需要有啥就行了 有构造方法 就可以了 啊 那现在呢 我们呢 这里边啊 只需要有他 哎 再写这个DU里面啊 如果只有增山改查的这些方法 那么 所以 他里面只需要有这就行了 对吧 这是 呃 客户 啊 客户的DU啊 现在只需要这样写 同样的你的联系人的这个DU呢 也只需要这么干净 那联系人的DU的实现类啊 里面也只需要提供一个啥呀 构造 哎 OK了 那有同时 哎 我们现在这已经抽取完了 这已经变得很简单了 是不是已经变得很简单了 当你再写其他模块 比如说我们后边要有什么 客户拜访 记录管理 里面又要有增山改查这些东西了 那你的DU还用写代码 不用了 直接写接口实现类 接口上去 继承这个接口 然后实现类上去继承 他实现这个接口 然后呢 提供一个构造方法 是吧 哦啦 对不对 那这是你以后的写法 那好了 但是我现在说一下 哎 如果啊 我想将这个怎么样 通用的DU编写的啊 更好 就是连谁啊 连构造方法都不想要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怎么做 啊 这时候需要 啊 就是现在呀 我这个DU里边 不都还需要提供一构造方法 我现在想子类里边 就一行代码没有 连构造方法都没有 咋办 有时候还整个配置文件啊 那你不还得解析那配置文件去读 你这不还得有代码 对吧 咋办 怎么办 如果我现在 这边不想有构造 它的根本解决办法是哪 是你那个通用DU上 对吧 这个类里边就得有谁啊 无参构造 对不对 只要这边有无参构造了 那你这边写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没有构造方法了 那如果他要有无参的构造 他就必须得在这里边干啥呀 就是你在这 比如说我提供了一个无参构造 对吧 那你的子类里边 是不是就可以没有构造方法了 但是前提是 我得在这无参构造里边 获得谁 获得class 而且得是获得具体类型的class custom的class 还是linkman的class 还是谁的class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就涉及到啥了 你看你的DU上 这有啥 是不是泛型 然后你linkman的 这儿是不是有泛型 这个时候涉及到啥呢 涉及到泛型的反射 如果你能找到 这个泛型的这个具体类型 它的一个class 我这问题就解决了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里边 我们要想抽取成这个通用的DU 如果你想写的更加通用 你得干啥呀 对 泛型 反射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解决方案 二 就是可以通过什么 通过泛型的反射来解决 我们前面说的那个通用的DU的 一个抽取的问题 我们通过泛型反射来抽取什么 通用的DU